西梦瑶罕见发飙 当间训斥豪门老公何友军 南方的反应让人很意外 前几日有媒体拍到 西梦瑶当间训斥豪门老公何友军 这一事件快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因为西梦瑶和何友军险少在公众场合吵架 我们从视频中能够看到 当天西梦瑶全程激动地向何友军倾泻着自己的不满 而何友军则是一副受委屈的模样 轻柔地用手抚摸着妻子的手臂安慰他 但从何友军那无奈的背影中都能感觉得到他的委屈 只能说敢对豪门老公的人也只有西梦瑶一人了 西梦瑶作为娱乐圈的一支独秀 一直都颇受众人关注 虽然西梦瑶不是唱歌不是跳舞也不拍电视剧 但他本人在娱乐圈中确实非常火 而且和热度也一直都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唯秘的超模 而他的超模之路完全可以被谱写成一部教科书籍的励志经典 众所周知西梦瑶在国际上是知名的模特 走过好多场的维密秀 是国内模特界的前辈 可以说他的业务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在近几年来 西梦瑶因为高挑的身材和娇好的面容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也是许多超模心目中的女神 虽然有一次在秀场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人气 反而让他开始频繁地进入大众眼前 而在维密舞台一摔事件之后 西梦瑶算是真的进入了娱乐圈 先后参加了爱的时差和女人有话说等综艺节目 也凭借爱的时差收获了一个又帅又有钱又有实力的豪门老公 何游君 其实何游君和西梦瑶一开始被爆出在一起的消息时 还是有不少的人表示不接受 因为你很多人觉得两人不般配 不仅是颜值上的差距 还有着家世地位般的差距 但是他们却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十分甜蜜 并不把这些不好的声音放在心上 婚后的西梦瑶还为何游君生下了一儿一女 直接为赌王家族增添一个好字 但是自从西梦瑶结婚后 她就显少站在梯台上了 围绕着她的话题也逐渐变成了婚姻和家庭 但好在何游君宠爱她 无时无刻地照顾着她的情绪 为她做了很多事情 两人还时不时地秀起恩爱 而且何游君本人虽然出生在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 但她也很努力 不仅事业上的努力 家庭上的她也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所以他们的结合即是性格使然 也是命运的安排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豪门世界里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 总之西梦瑶和何游君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感情并非建立在物质和地位之上 只有真诚和关爱 才能让一段关系长久稳定 那么最后就祝愿何游君和西梦瑶的婚姻爱情 能够一直幸福美满 长长久久 也希望他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